爱死 仇恨的毁灭仇恨 毁灭杀 我们是黑丹女召唤神 转个偷鸡摸狗的坏事 偷你们呀 世界是我们的 英雄们 召唤师 他们通常左右着英雄的行为甚至生死 但当召唤师以某些邪恶力量为信仰之后 你们听到了吗 听到了什么 某些邪恶的低语 某些邪恶的身子 某些邪恶的笑容 我们已经天下无敌 乘奸除恶将是我们的开山之人 好大的邪恶 这可是大恶 这笔菊花给裂 好大的邪恶 兄女 为了不让你祸害他人 我们兄弟三人决定干掉你 这就来了 挑战下 这样的算好汉 还需调教才能为无所用 废话不多说 大哥我先上了 我个篮子的 美女绘法术 神也hold不住 大哥心机 当有此败 我今生早已看穿了他的伎俩 看我的阿尔法 挑战 果然好劲 但用在这里恐怕不合适吧 不讨凶用心 果然啃不住 二哥 你也倒了 果然在邪恶面前 大师也站不住 看我3D武功 我那个军脚被缠住了 可能有时候 不是武功高就能赢的 没有智慧的武副 也就只能如此了 你这也不算智慧吧 不 为了不让邪恶成决 英雄就是要联合起来 兄弟三人一起劈他 他劈他 我突然想跳舞了 啦啦啦 得吗西安 切可闹 切可闹 完全打不到 在邪恶面前 正义往往只能憋屈啊 又坑了 啊 只要能摸到他一下 哪怕 也要让他感受男人真正的力量 蛮大哥 蛮大哥 自从看了蛮大哥 才知道男女之间的那点事 我们男人的血液里流淌着正义的荷尔蒙 正义的荷尔蒙 该死的 走不动 兄弟们 大哥 我们能倒下吗 不能 他真是个凶哥的女人 大哥 你流鼻血了 看来我受伤了 兄弟 兄弟们啊 大哥的故事需要传播 很多年后 当人们问起 我瞒三刀 在这个兄弟比我还大的女人面前 是怎样的男人 告诉他们 告诉他们 我瞒三刀 一驻晴天 远超无聊 大哥威武 得滚了 我的妈呀 你又要来一发吗 我靠 老婆 出大事了 大家快逃啊 大哥 何事 何事啊 我老婆一见能射中五只鸟啊 喝啊 菊花 是敌 还是有呢 都受病啊 神と一看了 老婆老婆 我老婆 锡 ax 潜上口头 我老婆 满位快的 我老婆 我爱惜舌嚨 不是说 comum子弟死了 我老婆 赌全家 我老婆 空江斯巴巴 毛生抓小 伍师大师一个漂亮 鹑鹑鹑孔 hell 甲 life done 甲鞋不见了 我怎么想 造 medicine才是真正的假